疫苗药厂加班赶工生产线全开 就是因为高端10号 已经宣布二期临床试验解盲成功 下一步就要递交食药署 申请EUA紧急授权 就在15号傍晚 高端正式发重讯公告 已经向卫补部食药署 申请高端新冠肺炎疫苗的 紧急使用授权 高端表示这是申请EUA的 研发新药名声 是高端新冠肺炎疫苗 主要用于预防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症冠状病毒感染 预计以取得国际认证为目标 接续也会申请第3期临床试验 公司也会支付产品研发等相关备用 实用署长也表示 还需要询问同仁 是否有收到申请文件 我想他是一定有送的 可是那个细节的部分我不知道 因为我晚上还都有开会 也有可能同仁已经收到了 他们去收件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有会路长 然后开始就看要做什么样的程序 所以我想他如果说已经送了 应该就是送的啦 实用署也说明送件之后 还要按照程序处理 高端也提醒新要开发时辰长 投入经费很高 而且未必保证一定能成功 投资可能会面临风险 提起投资人应该要审慎判断